男演悲痛的情绪 远景苏玉红派出所同事 分绝同仁 齐聚在八堵派出所前 列队向苏玉红致敬 所长更是情绪崩溃 玉红 情务结束 一路好走 苏玉红的家属 一号前往八堵派出所召魂 家属眼面痛哭 哭到腿软 需要远景参幅 远景们也临着雨 建理类别同袍 但是他在我们派出所 都是尽心经理 对于各项案件都会协助办理 尤其像我们之前的一些 埋伏通缉犯 还是一些埋伏情务 我都会带下去 因为他现场 临场表现真的是还不错 那对啊 那今天真的 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 他那个也是 在直办台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只是他就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也很难过 身体是只有多处的挫伤 擦伤还有撕裂伤 然后经过急救了四十余分钟 很遗憾的 还是没有回复自发性的循环 所以大概在十一点十几分的时候 就在医院宣告死亡了 然后另外一位女性的二十四岁病患 伤势相对较轻微 大概就是一些肢体还有头部的挫杀伤 然后在医院经过检查伤口换药以后 已经病患已经出院回家休息了 年仅二十四岁的舒玉宏 29号执行深夜遭到34岁减性嫌犯 开车冲撞派出所造成不幸身亡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减性嫌犯在冲撞派出所前 已经在台六十二线西巷16K处 先追撞一辆重机 造成38岁流姓的巡路员伤重不治 在瑞芳区台六十二线16.6K处 流姓巡路员驾驶巡逻机车 沿六十二线往基隆方向行驶 遭后方小货车追撞 造成流民连落边坡受伤 经由建务车送往基隆长坑就医不治 经本分局联业调查及比对机证 本案简性驾驶张车后 仪式于台六十二线撞击机车 连落边坡致死 往基隆方向逃逸 照片中的38岁流姓巡路员相当阳光 二十九日晚间 在台六十二线遭到小货车撞飞 经过新北瑞芳分局连夜比对 造成小货车和冲撞派出所的车 都是同一辆车 检察官会同家属到医院相宴 家属神情哀戚 算了不用了 希望他妈妈应该也是很像我们样辛苦 他儿子自己也被火车撞死了 对不对 但昨天你们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时候 来到现场你们 那时候状况你们是知道怎么样的状况 警察是跟我说他 昏迷啊 昏迷我那时候还想 开车来的时候我还想说 可不要千万不要说白法人送黑环来 没想到还真的是白法人送黑环来 警方调查检性嫌犯29号先在奥底偷走货车 一路在台六车线上狂飙 先撞死了巡路员之后 接着在冲撞派出所 损起事件造成两人无辜身亡 而检性男子自己在逃跑过程中 也被火车撞死 白法人送黑法人 令人不胜唏嘘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